大家好 今天理律学堂要跟大家说明的一个主题是 是否要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 才能取得专利权 这涉及什么样的要件可以取得专利权 在我国法下有什么样的规定 好我们先来看看两个 19、20世纪很重要的几项发明 左边大家看看图猜得出来这是什么样的发明吗 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日常很常使用的滑鼠 这个滑鼠是发明人在1970年的时候取得的一个专利 当时你看到这个结构是非常的简单的 你光看这个图你很难想象 这不过就是一个滑鼠的本体接了一些线 然后有一个连接的器 为什么这样可以取得专利 可是它当这个滑鼠的原型出来的时候 它左右了我们已经近50年 五六十年以来科技的一个发展 右边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楚 这是一个灯泡 那大家知道大家一直有一个观念 说灯泡是爱迪生所发明的 这个陈述对也不对 因为其实第一个灯泡在1800年19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 那为什么大家印象会认为灯泡是爱迪生所发明呢 是因为爱迪生很成功的去改良过去灯泡几项的缺点 比如说容易烧毁容易毁损 然后单价特别高 它很成功的运用一个特殊的材质 让这个灯能够很持久 这是为什么它可以取得专利的一个很重要的要件 好从这两个例子我们要来谈谈 到底是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取得 我的发明专利呢 好我们来看看我国法下怎么规定的 发明专利取得要件其实有主要可以分为三大项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产业利用性 你今天提出的任何的专利的申请发明跟创作 你必须要有产业上的利用价值 才能够认为是有所具备所谓产业利用性的要件 为什么要有这个要件的要求 大家可以知道专利的一个制度 它是赋予专利权人在一定的期间之内有一个排他专属的权利 让他可以利用这个专利的技术 那如果今天这个技术在产业上并没有利用价值 国家其实并没有赋予他这样那么高的排他的一个权利 我们来看举一个例子来看看什么叫做产业利用性 如果今天一个梦想发明家他提出一个要防止臭氧层减少 然后而导致紫外线增加 他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他了解有一种塑胶包膜可以吸收紫外线 他觉得那很简单就在整个地球外面去包覆这个塑胶包膜 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方法理论上也许可行 可是这在国家法下不认为他具有所谓产业利用性 因为在产业上利用价值 疏难想象要怎么去实施 第二个是所谓的吸引性 那什么叫吸引性呢 其实只要你这个发明呢 跟申请日前已经存在的这个技术有所区别 什么叫做申请日前已经存在的技术呢 比如说这些技术已经在鉴于刊物 或是已经公开实施 或者已经是公众所窒息的 都会被认为是申请日前的一个先前技术 如果你自己提出了这个发明 可以跟这些已经在公开的场合 已经窒息的技术有所区别 我们就认为你有吸引性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了解 好在下一个所谓的进步性 进步性呢跟吸引性的区别 吸引性是你只要跟先前的技术 有所不同就可以 可是进步性要求稍微高了一些 你不止不同 你这个不同也必须在申请日的时候 当时这些有你这个涉及的这个发明 所属的这个技术领域 有通常知识的这样的专家 他呢认为他依照之前申请日前这些技术 不容易轻易完成 我们才认为你有所谓的进步性 好这些哦文字有些拗口 但是我们待会会细部去说明 这三个要件到底到底真正的内涵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所谓的吸引性 基准点呢必须是拉在专利申请日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基准点 你的发明专利申请如果拉在是基准点是比较厚 比较厚的话你也知道科技日新月异 你不能用之后的清潜技术去看你当时 这个提出申请发明技术的价值 这样其实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怎么判断一个发明 有没有所谓的吸引性 就是要抓在当时申请日的时候 那时候的技术去做判断 那这个吸引性到底是在国内 从没有任何存在的技术就可以 还是连国外都没有这样技术 我才能够提出申请呢 就所谓的嫌无古人的程度 不是只有国内还是只有国外 那在我国法 我们是采其实是全世界 你要在国内外都没有存在这个技术 都没有相同的你现在提出这个发明 才能够认为有吸引性 好它有几个要件 如果你这个技术已鉴于刊物 我们会认为这是所谓的先前技术 什么叫鉴于刊物 大家刊物从字面上你可以了解 就是一定的文书 或是一定将载有资讯的这个储存媒体 你让公众取得一个可以阅览的技术的这个程度 好那技术能够被公众所得知一个这种状态 它包括电子 因为它电子的媒介也可以去储存一定的资讯 再来呢所谓的鉴于刊物 并不要公众真的已经看到这个技术才算 而是如果你今天的这个形式 比如说你放在图书馆里 就任何人可能可以取得这本刊物 然后去阅览 达到一个可能公众可能可以阅览的这个程度 就必须认为它是已经以鉴于刊物 那我们大家就会思考这是公开的情况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应有所谓内部文件 或是机密文件不是一个公开的刊物 这样算不算已经揭露了这个技术呢 那我们从这个专利的基准的规定可以了解 如果是这种情形 有机密文件的这种文字的文书 除非你有其他的证据 可以去证明它已经对外公开了 不然因为它属于机密文件或内部文件 表示出它本来的存在的目的 就不是为了要公开给大众知道 这时候我们不能认为已经是公众得知 好这是心理性的第一个 所谓以鉴于刊物的先前技术的部分 第二个如果今天这个技术内容已经公开实施了 什么叫做公开实施 实施在我国专利法下呢 有几个行为它一样 第一个所谓制造 第二所谓为贩卖的邀约 就是比如说广告 你准备要贩卖这个广告 我们会认为是一个贩卖的邀约 或是你实际已经贩卖了 或是你去使用这个技术 或是你基于前述这些目的你去进口 比如说产品的这些行为 我们就认为是所谓的实施 那当然我们从刚刚的 以鉴于刊物的内涵你可以了解 我们这边所谓公开实施 并不是已经确定公众已经实际上去实施为必要 只要你今天揭露这个技术内容 让这个技术处于一个公众可以得知的这样可能性的状态 我们就会认为已经所谓的公开实施 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今天去参观工厂的时候 其实物或方法就是可能是一个 有专利的一个物品或是一个方法 它的这个实施会被大公众得知结构或步骤 比如你今天参观工厂 对于机器设备它的构建 你可能可以看得到 这时候可能可以被认为已经 属于公开实施的这种情形 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制程 你光参观工厂 你不见得能够去知悉这个专利的制程的内涵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不认为是所谓的公开实施 好那第三个部分什么叫做新隐性 什么叫做先前技术呢 如果这个技术内容已经被公众所得知了 这个致命上的文艺大家可以了解 什么叫公众所得知 你今天可能是以口语的方式 或是你展示的方式去揭露了技术的内容 那公众得知一样跟前面两个情形一样 主要是处于一个公开的状态 公众有可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了解技术内容就可以 并不是以他真正是否已经知道为必要 我们举几个例子 什么叫公众得知 比如说你今天有的交态 你就把的技术内容已经揭露了 这时候可能就不被认为具有吸引性 或者你透过演讲或是会议广播 电视报道的方式 或是公开展示了图面照片 模型样品等方式 这时候呢 在法律上会认为 这已经你已经把技术内容让公众所得知 这时候很有可能让你本来应该要申请的专利 上失了吸引性 好 第二个我们要谈到 刚刚提到的是吸引性的要件 那如果你一定的技术已经在先前做公开的话 你可能会丧失吸引性 但是法律呢也有原则就会有例外嘛 所以这边其实有规定了几项例外 你还是可以去申请这一个发明专利 比如说今天你的公开其实是因为实验才做公开的 怎么叫做已经因实验而公开呢 对于我们已经完成的发明 你对技术内容的效果的一些测试 不论你是商业的实验或是学术性的实验 不论只要你是基于实验的方式 只要公开的技术内容 那法律会认为说 这公开呢不会让你要申请的这个技术 丧失了吸引性 就是所谓因实验而公开 另外一个是你发表在刊物上 这个部分呢 如果你针对已完成的发明 你是出于自己的意思 在刊物上去发表技术内容 那法律呢也认为 这个时候我们不认为你已经丧失了吸引性 那第三个 所谓如果你将这些专利的物品 盛放在政府主办或认可的展览会 那我们知道比如说电脑展 国内外都有许许多多的电脑展 那有一些是政府主办 有一些是不是政府主办 但是政府认可的展览会 那你将这样的产品 在可能微上市之前 你就先在展览场去展示 这个时候某程度呢 其实公众也可以了解里头的技术内容 那在法律上不认为这样子的展示 是丧失吸引性的 那最后一个是 如果不是出于你自己的本意而泄露 比如说你的技术内容 你的发明的历程 就是被其他人窃取 盗取然后公开了 那这时候如果法律还认为说 你的技术就只要一公开 你就不能再申请专利 对其实这样的发明人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其实法律也有说如果你是出于本意 不是因为你自己的意思去泄露的 那我们法律会认为 这时候你不会因为这样上市吸引性 可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几个例外呢 都必须在真正事实发生后 六个月内你就要赶紧提出申请 法律才会认为我要保护你 不会让你上市所谓吸引性的这种情形 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就是所谓进步性的这个要件 我们看什么叫做进步性 这个在审查基准呢有一定的陈述 他说如果你申请的发明呢 跟先前的技术是有差异的 但是发明的整体 这边要强调是整体 是在发明所属技术领域中的这些专家 通常知识的这些人呢 他依照当时现有存在的技术 他很轻易就可以完成了 这时候我们认为这个发明是不具进步性的 好在刚刚这样子的定义中 有几个名词我们必须特别说明 什么叫做该发明所属技术领域中 具有通常知识者 这边有一个英文FOSETA 就是Persons have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你要去判断一个专利 有没有进步性 一定要去定义一个基准嘛 那由谁的眼光来看 这个专利有没有进步性 这边法律就是说 就是要由这个FOSETA 这个通常知识者的水平去看 他是一个虚拟的人 那他呢具有什么条件 他具有申请时 比如说你今天是电子的专利 他是电子这个相关领域 具有一般知识 或是普通技能的人 那他呢又可以理解 甚至去利用申请时的 这一个先前技术 如果他具备这样子的条件 我们就会认为 他是所谓的FOSETA 所以我在判断 我今天申请的发明 有没有进步性 我要从这个FOSETA的 眼光跟水平去看 你今天发明 在这个FOSETA的眼中 我可以运用现有的技术 很轻易的去组合 或是修饰 或是置换 或者是转用 我就可以完成今天要申请的 这个发明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 这整个发明的整体 会认为是显而易之 就会被认为是轻易完成 这时候呢 在FOSETA眼中 如果轻易完成 就是所谓没有 进步性的情况 好 那我们一定要去注意 就是因为我们是用一个 虚拟的一个水准 一个人的水准的眼光 跟技术水平 去看到底一个发明 有没有进步性 所以可以了解 一定会有一定的 偏差 或者甚至有偏见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几个 我们条列了几个要件 第一个 到底我今天所请的这个专利 有没有突出的技术特征 就有点像我们刚刚提到 灯泡其实并不是爱迪生发明的 爱迪生只是运用 改良当时现有 现存的灯泡的一些问题 它创造 找到一个特别的材质 让这个灯泡可以持久的发亮 所以它可以取得了一个发明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 突出的技术特征 甚至它有一个 针对现有的技术 有很显著的进步 让灯泡的价钱大幅的降低 灯泡的良率大大的提高 甚至有一个不可预期的功效 我们就会认为 这个发明是有进步性的 再来我们刚刚一直提到 你判断进步性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 跟先前技术比对的 一个这样的过程 那到底先前技术 是否有提供 任何的教室 建议或动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先前技术中 我可不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先前技术中 有教我们 教我怎么会完成 现在我所要申请的 这个发明 有没有这样的教室 或者是 有没有这样的建议 甚至有没有这样的动机 教导我 我可以运用什么样的 技术手段 去完成我今天要 要申请的这个发明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必须认为 其实现在 我们请求的这个发明呢 跟先前技术是有所区别的 好 再来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 到底这个专利 有没有解决 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有的话 我们应该认为 它这个专利 是有所谓的进步性 应该要让它赋予专利 有这个价值在 这后面我们讲的 这三个要件 其实是一个辅助判断的 一个因素 再来一个是说 到底我今天 申请的这个发明 可不可以去克服 所谓的技术偏见 就像我们刚刚说 也许我之前的灯泡 都是用一个既定的材质 去发亮 大家在当时的技术水准 科学自然的一个水准 都只知道 对什么样的材质 可以发亮 可是呢 埃迪生他去克服了这个偏见 他试了100多种材质 去后来试出来 哇这个材质 最后这个身体专业这个材质 可以让那个灯泡 可以很稳定 而且很长期的去发亮 他克服了这个技术偏见 我们认为它是有进步性 那再来一个辅助判断是说 如果今天虽然它跟前前 先前的技术 好像有些类似 可是因为我这个专利 运用我这个专利 生产出来的产品 一个商业上很大幅的成功 这个就是他这个专利的价值啊 所以我们会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 我申请的专利 其实也是有进步性的 好 再来一个很重要的是 因为我们在 往往在判断进步性 甚至进步性的 这个要件 有没有具备有争议的时候 都有些是处于 申请专利之后 也许几十年后了 那时候的技术水准 已经大幅的进展了 就像早期你可能 不可能想象有所谓的智慧型手机 可能只是一个BB Code 甚至是BB Code也没有 那你怎么在一个智慧型手机的时代 去判断 BB Code相关的专利 有没有进步性 所以一定要去避免 所谓的后见知名 当所有的激震 或是科技的进步 就会让你立于一个 已经不是当初申请时的 所谓的Forsita 这个通常知识者的水平 你去判断一个申请发明 有没有进步性的时候 非常容易去落入所谓的后见知名 好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让帮助大家了解 进步性 判断进步性 我们最常产生的面误 好 这边有两首 大家耳熟能详的唐诗 第一首是网之焕的灯灌雀楼 第二首是孟好人的春晓 我们假设我们把这两首诗 当作我今天要申请的专利好了 好 我专利的里面的要件呢 就是这几个白日一山敬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木更上一层楼 那如果我今天要去看 这一个 这一篇唐诗的进步性 我就发现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啊 我就不相信之前的诗 没有白日这两个字 没有山这个字 没有黄河这两个字 没有一层楼 没有千里木 没有个别的这几个字 我不相信 如果个别这几个字 我很容易就可以想到 我可以做出这一首诗啊 如果我们立于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哦 我们很容易去判断啊 今天这首诗没有进步性 可是我们一定要去强调 今天进步性要怎么判断 你必须要从发明的整体 哦 不是各个要件哦 如果我今天把这个诗拆解为一个一个字 绝对在其他诗中都有出现 可是即使你 你看到之前出现这个几个字 你有办法很轻易的去完成这首 已经传扬几百几千年的这首诗词吗 好 今天讲到这个观念 大家可以了解 我们在判断进步性 不能把每个构建 每个构建分拆去看 一定要去整体去看 哦 你才能够了解这个专利 或是这首诗词的价值 那第二首大家更觉得 哦 非常耳熟能详了 春眠不觉小出处文体鸟 叶来凤与生化漏之都是好白话哦 他说这个我现在写我也写得出来啊 那是你立于一个 现在你已经看过几千首诗词 你去看这个诗你觉得不 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如果你立在唐朝那个时候 那样的意境 哦 你有你手边你有这些字 字 字会跟诗词 你看到同样的景色 你有办法很轻易的去想出 然后有有符合这样唐诗的押韵 然后这样的意境的一首诗词吗 好 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讲这样的观念 到底哦 专利是不是需要到前无古人后来者的程度呢 我们来做个结论呢 我们必须要回到专利的制度的目的去看 今天专利制度就是要赋予申请人 有一个专有排他的专利权 去鼓励他可以公开发明 你公开发明之后大众才可以去利用这个发明 去进一步去做更研发 让科技更加进步 所以没错 不需要到前无古人后来者的程度 像我们刚刚讲 爱迪生其实不是第一个发明灯泡的人 但是他却是第一个成功商业化改良灯泡的人 所以让大家今天看到他这个专利物品的成功 好 但是你不用到这样的程度 可是你必须对先前技术要有贡献 就是我们刚刚说 你要有信仪性 要有进步性 要有产业利用性 你要有所贡献 国家才会用公权力去审查过后 赋予你有一个专利的排他权 好 那还有一个我们要调到重点 你这个专利呢 也不能让这个Foceta 就是当时所属技术里面通常支持者 很容易运用当时的技术就能够完成 如果很容易可以轻易完成的话 我们不认为国家应该赋予你这样的专利 好 这个观念是 我们现在都是立于巨人的肩膀上 为了是追求一个目的去创造一个新的科技 现在到已经是2014年 过去有多少几千几万几百万几千万的专利 在我们眼前 我们如何运用这些专利技术 更进一步研发去创造更新的科技 这个是专利法 其实这个制度很在乎的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